国会三读通过印花税修正法案 规定当住宅房地产或股权 从控股公司转移到生前信托时 在没有明确实意所有人的情况下 也得缴付额外转名印花税 这能够确保这方面的交易受到同等待遇 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 在国会为修正案提出二读时指出 这个新规定是继5月初当局出台 而外买方印花税生前信托之后推出的 徐方达表示出台新的印花税 能确保无论是通过信托或个人 直接购买住宅房地产 都必须缴纳印花税 在新的规定下 如果将股权转移给生前信托 而所有权至少是50% 就需要缴付多达44%的 额外转移印花税生前信托 徐方达指出 如果慈善单位是生前信托的 唯一受益所有人 那就可以申请退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